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安 我是兰花姐姐 今天是一个得胜的早晨 上帝说 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 他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个新的早晨 神对我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 每个新的早晨 十字架奇妙的爱更加倍新鲜 他的信实广大 他的爱恒长 他的救赎伟大 每个新的早晨 神对我深厚怜悯更加倍新鲜 天桥教会是属天的祭司 要将人从此岸带到彼岸 从黑暗的国度 带入圣洁光明的国度 由罪人变为义人 从属世的人变为属灵的人 我们也是红桥传道会 红 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在这混浊悖逆 有如洪水的时代 我们要顺服神的吩咐 坚守我们清洁的心 当我们看见天边的那一道彩虹 就感恩 就知道上帝永恒的应许 永不改变 神要我们从世界出来 带着上帝的爱与权柄 我们期待 我们盼望 台南市将因众弟兄姐妹们 同心合意的祷告 用最单纯的心 赞美和敬拜 向这世界发声 愿所有的艺术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商界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会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媒体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教育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家庭都荣耀神 愿所有的政府部门 机构官员都荣耀神 愿台南市福音化 愿所有的城市都福音化 愿这世上所有的行业都福音化 愿神复活的大能 带领我们迎向新的生命 愿我们的灵魂体都属乎神 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们 都身体健壮灵魂兴盛 家庭富足 生养众多 昌盛繁茂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精英 愿我们都成为城市的祝福 使人因我们而蒙福 愿更多的祷告涌进来 我们千人万人的祷告与赞美 围绕在神 施恩的宝座前 愿祂垂听我们的祷告 连续我们 恩待我们 带领我们翻转这个城市 让黑暗的势力都离开 让圣洁大能的光照片全地 愿祂赦罪的恩典 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 愿祂复活的大能 恩待我们 直到千代万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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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上的富 我门 在天上的风 愿人都尊 祿命为神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 心在地上 如同心在天上 我们日永的一时 今日赐给我们 灭我们所欠的灾 如同我们 灭了人的灾 Hallelujah 不叫我们 与见试探 求我们 捉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民和荣耀 全是你的指导永远 我要一生 一世寻穷 在祝典中 这样荣美 因为国度 全民和荣耀 全是你的指导永远 我们在天上的福 愿人都尊你的命为神 愿你的国度降临 愿你的旨意 心在地上 心在地上 如同心在天上 我们 我们日永远 我们日永远 一世 今日赐给我们 愿我们 愿我们 所欠的灾 如同我们 愿了人的灾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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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和荣耀 全民和荣耀 全是你的指导永远 我要一生 一世寻求 在祝典中这样荣美 因为国度却平和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大家各位弟兄姐妹 早安 平安 我是巧莲 在清晨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一些大小的恩典 那今天呢 有一个感动 想要读这个萨摩尔记给大家听 因为前几天正好牧师分享了萨摩尔这个人 然后我就突然看了这个萨摩尔的第二章 就有他的母亲哈拿的祷告 我就觉得哈拿的祷告整个就是很让我感动 所以我想要念这一段圣经给大家听 萨摩尔记第二章 第一节哈拿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他这整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 全部都是萨摩尔的母亲 哈拿的祷告 非常的美 甚至到第十节这边他还就是直接就指向了我们的弥赛亚 与耶和华真敬的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 与受高者的教 我后来去查 那个受高者的西伯来文啊 他居然受高者的那个西伯来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圣经真的很有趣 原来在这么久 我们的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 所有的旧约里面已经很多的箭头都指向这位救世主的来到 那这个是题外话 那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谈一谈祷告 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祷告的人 我好像有曾经不知道跟我的老公还是跟我的朋友们讲过 就是我有多爱祷告呢 我有时候爱祷告到 就是我自己会突然笑出来 就是我会跟天父说 我今天是不是祷告太多次了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就是我是可以算是我无时无刻想到 就是我只要那个头脑空下来 我就会一直祷告 就是为着我想到我现在心中挂虑的人啊 我的就是这些心中有负担的家人啊 就是这些就是可能带着他们来想要来认识神的啊 或者是我生命当中哪一些曾经出现过的朋友 他们现在在苦难当中的啊 健康遭受到一些现在健康的状况 并不是很好 我很常在祷告 我非常喜欢祷告 然后我觉得这个祷告的力量真的很大 我在想说我这么爱祷告 可能是来自我的母亲 我妈妈或者是我阿嬷那一辈 我是三代的基督徒 然后我的阿嬷啊 她是不认识字的 就是她那一代 因着经济的条件啊各方面啊 她其实就没有办法受到教育 她是一个不会祷告的人 她是一个 sorry 她是一个不会看字 她看不懂字的 可是她非常爱祷告 我很记得就是她那个时候还在世的时候 她很常就是跟我们分享说 她睡觉前啊 她都要跪在床前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就是为所有她的子孙 就是我们每一个这些阿孙 她的这些孙子辈一个一个一个祷告 全部等都念过一遍之后 她才会上床睡觉 那我那时候就是也没有觉得就是怎么样 可是直到我开始祷告之后 大家可以试试看看你知道跪一个半小时 膝盖有多酸吗 就是就是我后来才想到那个 呃 常常我觉得我现在生命中领受的一些祝福 这些来自神的祝福 我相信也是因着过去我外婆啊 我妈妈啊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的累积 那当然这些累积就带下了更多神 神给我的祝福 当然这些祝福我知道是来自于神的 但是我非常感动就是我能够 就是现在我觉得有一种接棒的感觉 我就是延续着我阿妈那个爱祷告的心 我现在也成为一个很爱祷告的人 那在祷告的当中 就是你越常帮别人祷告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会越少想到自己的需要 我其实以前一开始祷告的时候 也是比较常就是为着我自己的想要啊 我自己的需要啊 我觉得我身边的家人啊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顺序的表格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祷告的小册子 这个是我跟师母学到的一个招数 一个习惯 就是我会把我自己生命中 每一个曾经出现在我身旁 或者是最近我听到他的名字 我觉得很有负担 等每一个人的名字 我都会记在这个册子上面 那当然这当中也包含了 所有我教会我最爱的这些牧师 牧者同工们 他们名字也都在里面 这些人就是我每一天 都会提名为他们祷告 每一天哦 有没有很感动 对我每一天都为着大家祷告 宪平牧师仁义牧师 每一个都祷告到了 好好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呢 我觉得每次这样祷告完了之后呢 我自己的心里面 都会觉得 啊 好温暖哦 就是我有能力 我有这个神赐下的时间 我可以为这些人祷告 我可以摆上 所以每一次祷告 我自己的内心 每一天的早上也好 晚上睡觉前的祷告 都是一个 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routine 就是好像照本宣科 我每一天都会凭着感动 就是 我会有不同的祷告词 就是每一天哦 我就跟神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每提一个名字 我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每一天 我自己的话 是花很长的时间在 为着我身边 我所爱的人 然后我的这些教会的牧者同工 然后为着我自己生命当中 我想要带领他们来认识神的这些朋友 我自己是会这样做的 那会这样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领受很多恩典 特别是我觉得在婚姻的部分啊 我觉得我领受到很多从神的祝福 就是 其实我也很常听到很多我身旁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看一些见证 我知道有一些人的婚姻上面是他们 很大的一个神给他们的考验 也有很多的苦难是来自于 就是婚姻也好 另一半也好 在感情的部分 可是我自己以来 就是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在感情的部分 神真的很祝福我 其实这就是要说到我认识我们家庄允诚先生 成为庄太太之前呢 就是呢 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我自己给我自己订了一个 就是结婚的条件的配偶的清单 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 非常崇尚西洋文化的人 就是我从小就是听玛丽啊 凯丽啊 就是惠尼休斯顿的歌啊 看六人行的影集啊 飞越比佛力长大 所以我就是非常向往一个 我觉得另外一半最好是一个ABC 他的英文能力非常好 所以我就列了一系列这个清单 然后他的外表 就是要很会穿着打扮 然后又高又帅很时髦的人 直到就是 就是在我结婚前呢 我就一直就是都遇不到 就是好像那个Mr.Right 然后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 我说神啊 我下一个遇到的人 我就要结婚了 我不想要再当什么男女朋友 我也不想要再谈感情 我觉得很烦 很浪费我的时间 我就已经24岁了 我接下来遇到这个 我就是要结婚 那说不知呢 我就在健身房呢 遇到了庄允诚先生 这个人呢 跟我所有设定的条件 完全就是一个 他讲不一样 好像也是有点 就是因为他呢 就是 啊 跟这个 除了就是我说的这个 西洋的这个 我比较崇尚的这个外形 是要讲英文的呢 他是满口台语的 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一直跟我讲台语 他我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其实我台语并不太好 就是他就是一直跟我讲台语 然后我们 然后你知道我们年轻人 我们第一次约会的这个约会的地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家庄允诚先生呢 他第一次带我约会的地点呢 是去喝绿豆汤 然后我就想说哇 什么就是 怎么不是西餐厅 怎么不是就是 这种非常好的有情调的这种 咖啡厅 居然是绿豆汤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跟我讲一些就是我听不懂的台语 就是他所有的这些 就是跟我想象中我所列下的清单的条件 其实都不太一样 可是很奇妙哦 然后我越认识这个人啊 我就越觉得这些我过去定的条件 不不 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他就是非常的吸引我 然后我就开始看到了他的外 他的内在 比方说原来在他这么草根性的一个谈吐 以及这么冲动的一个 的内在之下 其实他是有一颗非常温柔 他是一个非常爱护小动物 他很会照顾小动物 甚至他的家中居然有一大堆书 我吓死了 他居然是一个爱看书的文青 我的妈啊 天哪 这怎么可能啊 跟他的外表 就是所以我越认识他之后 我发觉他是一个心思 其实很细腻 而且他很良善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的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跟他认识的时间 很快的 其实我就被他的内在吸引 那我也觉得神就 那个好像应许了那个我的祷告 就是我说我下一个遇到的男生 就是我要结婚的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也让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也觉得就是 这也是一个祷告的力量 就是我的这个另外一半 就是在我们后来经历婚姻的 这个现在要迈入第15年 第16年 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个 神选的比我自己想象中选的更好 更符合 说不定我当初依我的条件找 可能不会找到这么合适的 可是神帮我选择的 神果然是那个知道 知道我们的需要 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才是 就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选择来当我的先生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 这也是因着祷告所成就的事情 神就帮我们安排了 这个部分我真的是很 很感谢神 就是顺带一提呢 就是顺便也跟各位妇女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在婚姻里面呢 女生呢还是要稍微温柔一点 稍微就是柔软一点 并不是说要假装 假装去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柔软一点 温柔一点 会撒娇一点 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十几年来 我自己在婚姻上面 我觉得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 很会鼓励先生的人 我的先生曾经跟我的婆婆 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婆婆 曾经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就是我是 在因为我不太会做家事 然后我也比较就是 家里面算是把我雇得比较好 所以我婆婆曾经有跟我先生讲过 就是说哎呀你娶了她 会不会 她也不能在家事上帮你什么啊 然后就是你这样会很辛苦啊 你不但要赚钱还要做家事啊 我婆婆曾经对我有这样小小的疑虑 我现在是做得蛮好的 对 谢谢谢谢 对我现在是做得蛮好的 就是说呢 但是我的老公 就是跟我的婆婆说 我这个太太巧怜了 她什么都不会做没有关系 可是她非常会鼓励我 所以就是从我先生 就是十几年前 对我婆婆讲的那句话 我到现在记起来 我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觉得这个 激励我们的另外一半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你懂得激励你的先生 你成为他最温柔的后盾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 然后当然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 神的爱再加进来 那三骨合成的力量 三骨合成的这个神子 就是非常的强而有力的 所以把神的爱 神的祷告 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神每天 会带领大家 享受不完的爱 享受不完的恩典 今天早上好像 不小心变成良性的讲座 跟大家分享太多婚姻上面的 希望让大家今天的早晨 有一个很喜乐 很平安 现在就是如果旁边 另外一半在睡觉的话 可以过去抱抱她 亲亲她 对 或者是就是 亲亲你的小宠物 亲亲你的爸爸妈妈 每一天我觉得我们就是活出爱 活出那个耶稣的样式 耶稣是怎么样爱我们的 我们就用这样的爱 去爱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 那大家加油咯 新的一天 工作加油 学校加油 手中要完成的事物 祝福大家今天一切顺利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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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